一八爆發激烈衝突 有消息指出哈馬斯七號 能夠突擊攻入戒備森嚴的 以色列境內 造成重大破壞 關鍵就在於長達兩年的 七敵部署 假裝無意開戰 卻暗中訓練上千名的武裝分子 而這幾事件 堪稱以色列情報部門的 歷史性失敗 部分專家也認為 有伊朗勢力在背後暗住 哈馬斯武裝戰士 接受滑翔傘訓練 熟練的降落 互相掩護推進 另外一處訓練基地 戰士們射擊精準 快速分跑 攻擊模擬的 以色列囤墾區建築 拆除以色列國旗丟到地上 哈馬斯的武裝分支團體 日前公布訓練影片 顯示這支為數上千人的 敵後突襲部隊戰力堅強 七號對以色列的陸海空攻擊 是有規劃且志在必得的行動 消息人士指出 哈馬斯使出七敵戰術 過去兩年假裝厭倦衝突 接受以色列對加薩勞工的經濟誘因 暗中卻推進軍事計畫 有時甚至公然進行演習訓練 以色列情報機構 卻沒有及時發現 堪稱是歷史性的失敗 原因跟死對頭伊朗也有關係 由於伊朗長期支持巴勒斯坦與哈馬斯 包括以色列官員跟華爾街日報等媒體 都指伊朗的勢力在背後支持協助了這次的攻擊行動 一旦證實將使得區域情勢急劇升高 美國則表示目前還沒看到證據 伊朗也已經發出聲明否認 至於哈馬斯選擇這個時機下手 一方面是趁亂 因為以色列內部正陷入司法改革的分裂動盪 另外也有地緣政治考量 哈馬斯的手段從過去小規模自殺炸彈 變成跨境 親門踏戶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衝突性質發生徹底變化 還劫持外國人質 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典型案例 以色列也不會再以過去的態度手段因應 勢必升旗 徹底剷除加薩的哈馬斯 公日新聞是會中編影